好,我们现在讲independence of path 也就是说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 我们先看一个立体 我们看一下evaluate这样的一个积分 f dr f是等于什么呢 2xy x 平方 l 它可能是几条路径 l 是什么呢 d 是 y 等于 x 平方 是从 00 到 11 这样一段 第二种情况是 y 等于根号 x 也是从 00 到 11 第三种情况是 我们 straight line street line 我们先是从 00 到 10 然后 从 10 到 11 我们来看 这样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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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子 还有一条是从这样子过去 那我们看一下这三种情况计算下来的 那么我们的第一种情况 我们在上个视频里面 我们已经算过了 但我们可以再试 再算一次 第一个 l 它是什么呢 y 等于 x 平方 那么 f dr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f是 rx r x 平方 d r 我们因为 r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 x 和 x 平方 或者说是直接 dr 因为一般的话我们可以把 r 写成什么呢 写成 x y 那么 dr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可以写成dx dy 或者你把在这里 我们再把y等于x平方带进去 好 那这是dx dy 那我们把y用x带进去 x是从0到1 这是2xy是x平方 好 x平方dx就是dx dy是2xdx 0到1 这2x立方 2x立方 再加上这是也是2x立方 两个都有dx 都换成关于x的函数 所以是4x立方从0到1积分dx 这是x4次方 从0到1 所以这个是等于1 好 第二个 我们ro是y等于根号x 所以是从l上积分f dr 我们是我们是0到1 2x 然后再乘上根号x全部换成x 这是x平方 那么dr是dx和dy dx就是dx dx是2x分之1dx 所以是0到1 所以是0到1 2x 2x 就是2x的2分之3 再加上x平方乘上2x分之1是2分之1x的2分之3次方 dx dx 那么这是从0到1 2分之5x的2分之3次方 dx 积分出来正好是x的2分之5次方 从0到1 所以这个还是等于1 那第三种情况 它可以写成是l1加上l2 它是两段 l1是什么呢 l1是x轴 所以是y等于0 x是从0到1 而l2是x等于1 y from0到1 所以我们积分 它是两段 我们就分成两段 这是lfdr 我们是l1上的fdr 再加上l2上的fdr 那么l1是y等于0 所以dy等于0 而且y是等于0 而且y是等于0 x是从0到1 这是2xy和x平方 我们dx dy 在l1上积分 再加上l2上积分 2xyx平方 然后我们dx dy 那么l1上面dy等于0 y也等于0 所以l1上面x的积分是从0到1 那么y等于0带进去 这里是0 而这里也是0 所以第一个是0dx 而l2上面是y是从0到1 dx等于0 因为x等于1 x等于1 x等于1 这个dx等于0 这个是等于1 所以是2 x等于1 前面这个dot 所以是2xy.0 再加上1是x平方 然后dy 前面这个是0 后面这个就是y 那么从0到1 所以是等于1 我们看 这个三个路径积分出来 它都是等于1 它们起点和终点在同一个点 都是同样的点 但是它们沿这三个 积分的路径 三个pass 它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种情况 我们叫做independence of pass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是 它的定义是 这个l1 0 r 等于 R For any 2 2 наверno 任何两点,连接这两点的任何的两条曲线,它们积分都一样的。 我们叫做independent of path,那么我们这种积分,这种积分对我们有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最适合计算的 path 来算,那问题是什么时候它是independent of path? 我们有这样的定理 是independent of path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一个是f是conservative的 其中l是我们d上的,我们l是d里面的一条曲线。第二个条件就是,沿任何的一个b曲线上积分。 这个l我们也是说在d上的一个,任何的一个b曲线上积分,它都等于0。 那么这种我们叫做independent of path。 嗯,那我这里可能需要加一个,需要加两页,忘记加页了。 那我这里可能需要加一个,需要加两页,忘记加页了。 好,它的定义是这样子。就是任何两条曲线,从a点到b点,我们沿任何两条曲线,它们积分的值都是一样的。所以有这种我们叫independent of path。 那么什么时候independent of path?就是如果f是conservative的,或者是沿任何一条b曲线,它的积分都等于0。 那么这三个条件是等价的。 这三个条件是等价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明呢? 我们先从,我们先从,它是conservative来算。 那就是f,就是等于小f的这个gradient。 那么gradient。那么我们也就是说,这个积分,f.dr,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看成是,我们把这个起点和终点,我们都换成t吧。 那我们先计算吧。 那我们先计算吧。 f,那么这是gradientf.dr,这是l,那么偏f,偏x,偏f,偏y,偏f,偏z。 那么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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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变成什么呢? 在l上偏f,偏x,dx,加上偏f,偏y,dy,加上偏f,偏z,dz。 好,我们看到了,这是在l上面,这是df。 那我们假计算是,我们l假如说它是r等于rt,t是从t0到t1。 那我们这个积分,我们可以写成是从t0到t1。 那我们如果不都把它换成dt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df,就变成了dfdt再乘上dt,就变成了什么呢? f,我们写成ft,那么从t0到t1,这就变成dfdt了嘛。 因为这个时间就是df,你把它都除以dt。 我们我们就,df实际上可以写成dfdt再乘成dt。 那这样的话,就是等于f,x,t1,y,t1,z,t1, 实际上就是等于f,我们可以写成是fb减上fa。 实际上就是等于fb减上fa。 那么如果b它等于a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b曲线上的积分了。 我们b曲线上的积分,我们这a点不是等于b吗? 所以说fdr是等于fa减上fa。 所以等于0。 也就是说如果是conservative的话,它一定是在这个b曲线上的积分是等于0的。 那我们证明了第一部分。 那我们证明了第一部分。 那我们看证明第二部分。 如果fdr它是等于0。 也就是说你沿在这个区域上我们的积分,沿任何的b曲线上积分是为0。 那我们看如果说这两个,从a点击到b点。 从a点击到b点。 我们不写这儿。 从a点击到b点。 我们这是C1。 这是C1。 这是C2。 L1和L2吧。 L1和L2。 L1和L2。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L上积分。 那我们是任何的b曲线上积分是为0。 那我们在任何一个b曲线上积分是为0。 我们证明它是与积分路径无关的。 那么我们任何一个b曲线,它的积分是为0。 那么现在如果说这是a和b。 那么在这个积分上积分是为0。 那我们这个L可以写成什么? L可以写成是L1。 这是L1,是这个方向。 好,这个方向是为L2。 我们这个可以写成L1加上L2。 那我们看一下,在L上积分。 FDR。 它是等于L1加上L2等于0。 那么我们通常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也就是说实际上是L1减去。 我们把这个方向记作L2一撇。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 减去L2一撇上的积分。 因为它们方向相反的。 所以它我们要换个负号。 因为这个如果是L2上面可以算是从T1到T0。 而L2一撇是从T0到T1。 所以它们方向相反的。 它们上下线是相反的。 所以变成了是L1上面的积分。 减去L2一撇这个上面的积分。 这个等于0。 所以我们把它写出来就是L1上面的积分。 是等于L2一撇上面这个积分。 所以它的这两个积分值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第三个。 我们要证明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我们可以反过去推导。 如果说是对任何的L1和L2。 是Connected。 A,B。 L1上面的积分。 等于L2上面的积分。 那我们很容易推导。 这个B区线上的积分是等于0的。 因为它们两个相等。 它们把刚才第二问倒推回去,我们就得到了。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它是Conservative的。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一条最适合我们的路径。 来计算它的积分。 来计算它的积分。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这里其中还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刚才这里算出来了。 给出了这个我们结果。 那我们给出一个也算是一个定理吧。 这是第三个。 如果F是Conservative。 那么我们积分LFDR。 Conservative它就是等于GradientF。 那它就等于FB-FA。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立体。 我们首先说。 我问一下这个VectorField是Conservative。 F是等于Ax3πy乘上I。 再加上G。 再加上X平方cosπy。 好。 这就是G。 好。 还有这个G。 这还有部分。 加上ByE的负Z。 好。 这是G。 G。 再加上G。 再加上Y平方E的负Z。 K。 好。 FOR。 我们说。 我们说。 如果说我们选择A和B。 这是它的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Line Integral。 那么我们这个Line Integral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Line是什么呢? 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R等于CosTi加上32TJ。 再加上3T的平方K。 T是从0到2π。 第二个路径。 第二个路径。 它是intersection。 然后Z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 X平方加上4Y平方。 和Z等于3X-2Y。 从0,0,0,0到1,2分之1,2。 好。 那我们首先问他们什么时候是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先看是。 Conservative Deniz。 Conservative. T 它是等于2xπ 负的2xπ 不是 关于x就倒 那么就是2xcosπ 所以A就等于2 所以A等于2 用这两个加相等 那么在partial F2 partial Z 等于1等于partial F3 partial Y 用这才有B 它关于Z就是负的B Y1的负Z 而partial F3 partial Y是等于2Y1的负Z 所以B 要等于负2 B等于负2 A等于2 B等于负2 我们就给出来了 所以我们 F1 F2 F3 我们就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F1 要等于 2 x3 π y F2 是等于x 是等于x平方 cosπ y 再减去2y B等于负2 1的负Z 然后F3 是等于y平方 1的负Z 用我们前面的方法 那么 F是等于 Gradient F Gradient F F1 1等于 partial F partial x 那么F 就可以写成是F1 Dx F1 是2x 3π y 然后Dx 所以它是等于x平方 所以它是等于x平方 3π y 再加上G xy F2 要等于partial f partial y 所以是partial f partial y 是等于x平方 π x平方 cosπ y 再加上G 关于y 的derivative 那么F2 是x平方cosπ y 减去2y 1的负Z 所以说 G关于y的导数 是等于 -2y1的负Z 所以我们再积分 G X Y 是等于-2y1的负Z Dy 所以是等于-y平方E的负Z 再加上H H 关于Z H 关于Z 就是Z的函数 那现在我们已经 算出了 我们先把F再写出来 因为我们G X Y也有个表达式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小的F 是x平方3 πy 再加 再减去 y平方E的负Z 再加上HZ 那么 那么 再用F3 等于 parsalF parsalZ 来确定 那么 parsalF parsalZ 用我们刚才的方式 对F 求导 所以是等于 前面没有 第一项没有Z 第二项是 关于Z求导数 是 y平方E的负Z 再加上H关于Z的导数 那么F3本身是 y平方E的负Z 所以得到H关于Z的 Derivative 是等于0 也就是说 H Z 是一个Constant 所以我们得到F 所以我们得到F 是等于 x平方 sin πy 减去y平方E的负Z 再加上一个Constant 好,我们 现在知道 这个F是Conservative的 那我们用Conservative的这个公式 F是Conservative的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 第一个 我们是F D R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小F 是T0 我们说不是它是FB-FV吗 那就是7点T等于0的时候 我们说 为了避免混淆 我们写成F XYZ 这是T等于2π的时候 减去F XYZ 这是T等于0的时候 起点和终点 那么 我们说 是X平方3πy 再减去Y平方E的负Z 再加上一个Constant 在T等于0和T等于1 T等于0的时候 我们看第一个 T等于0的时候 X是等于1 Y是等于0 Z也等于0 T等于0 T等于0的时候 然后T等于2π X还是等于1 Y是等于 Y也还是等于0 这个Z也是等于0 好 T等于0和2π不是等于T等于2π 那么T等于2π的时候 X是等于1 Y是等于1 Y是等于0 Z也是等于1 所以 所以整个是等于0-0 因为Y是0 Y是0 T等于0 这都是0 所以这个是等于0 它实际上是一个必曲线 它实际上是个必曲线 因为我们直接知道它是一个必曲线了 我们直接可以看 Conservative 那么第一个第一问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算 它有两种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L是closed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T等于0的时候 R R0是等于 100 而T等于2π的时候 而2π也是等于100 它7点和中间是在一起 所以我们 这个F DR 这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closed 它是等于0 那我们看第二问 它告诉我们是intersection 2等25x x x加上4y平方和z z z等于x平方 加4y平方和z等于3x 加2y from000到1 2分之1 2 这个我们都甚至不管 我们不需要管 它这个曲线的表达式是什么样 因为只要是Conservative 它是与积分路径无关 它只跟 也只跟它的起点和终点 起点和终点的有关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是FDR 它是等于F在000处 F 那重点是1 2分之1和2 起点是000 那我们看一下F 我们已经得出来了 F在这 那么F1 2 1 x等于1 那么就是1乘上3 2分之π 再减去 呃 y是2分之1 所以是4分之1 1的负2次 这是F1 2分之1 2 再减去F000 那么就是0 啊 c 减去就减掉了 所以是等于 1 减上4分之1 1的负2次 这是跟 路径无关 它比较好的计算方式 路径以及 我看是不是哪里 它是F 它是Y 嗯 我们看一下1 2分之1 X方F1等于1 2分之1 好 那这是 那这就是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 以及积分路径无关它的一个应用 我们只管它的起点和终点就可以了 这是最好的 好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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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